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们没能挽救孕妇的生命 但孩子却侥幸脱险 只是身患白化症的婴儿被她的父亲当成了怪物 惊恐与绝望的言语也似乎伤害到了孩子 她的脑电波随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16年过去了 周丽之家的负责人杰西接到了镇上警长的求助 希望她能将一个常年待在地下室中的残障少年带往周丽之家 虽然杰西早有心理准备 但当她看到全身白化的鲍德时 还是不由的大吃一惊 接着 杰西与鲍德进行了简单的交流 她也获知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鲍德出生就遭到了身负的遗弃 是祖父母将她慢慢养大 如今 祖父突然死去 她也从此没有了亲人 而更让杰西震惊的是 鲍德居然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地下室中所有书籍她都能倒背如流 之后 在杰西与警长的帮助下 鲍德离开了祖父母的农场 她也第一次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 只是周丽之家中有着很多问题男孩 对于鲍德怪异的外表 他们先是无理的挑衅 接着还准备捉弄她 但鲍德却借此玩心大起 他利用自己的异能 将餐厅里所有的勺子集中了起来 并在众人目瞪口袋的神情中 控制一个勺子玩起了杂耍 单纯的鲍德以为这样很有意思 但他却很快迎来了 带头老大约翰愤怒的眼神 之后 杰西请来了医生 为鲍德做了全面检查 在得知他身体健康后 杰西便决定送鲍德去附近的高中就读 手足无措 幸好在物理课上 鲍德认识了友善的女同学小林 然而意外很快到来 老师瑞普利为了让学生加深对于电的理解 展示了放电仪器雅阁的梯子 结果这导致仪器上的电流直接击中了鲍德 课堂瞬间便陷入了一片混乱 大家惊恐地看着鲍德腾空而起 巨大的电流也源源不断地被引入他的体内 瑞普利见状赶忙打断了插头 并上前探查情况 但当瑞普利利利用手触摸鲍德时 他的寒毛全都竖了起来 这让瑞普利震惊不已 而听闻此事的警长也很快赶到了医院 瑞普利则连忙告诉了他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并表示鲍德就是一个电解质 所以鲍德才会长不出头发 只是警长与医生一样 并不相信瑞普利的说辞 因为鲍德毫发无伤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鲍德受到过电击 而这时 护士突然告诉大家 鲍德已经偷偷离开了医院 与此同时 逃跑的鲍德偶遇了小林 对于这个毫不畏惧自己的善良女孩 鲍德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同龄人之间的温情 在与小林告别之后 鲍德打算继续返回祖父母的农场 只是在半道上 他却被警长拦截 鲍德虽然不情愿 但为了不让警长为难 他还是选择了返回周历之家 而因为鲍德之前做过的智商测验取得了高分 他随即见到了一帮专家学者 并得知自己是人类史上智力最高的人 所以专家们希望能询问他一些问题 而鲍德在知道祖父母的农场 很快就会被银行收回 自己再也无法回家时 鲍德开始变得有些失控 他痛斥这些专家其实根本不相信自己 他们只是想知道 他如何通过作弊获得了高分 因为这样的解释才能消除他们的恐惧 接着鲍德便失意地离开了会议室 第二天周历之家组织了野营活动 只是鲍德依然穷穷竭力 行单影之 负责安保的警长则走上来与他谈心 而云层中突然响起的阵阵雷鸣 让鲍德隐隐有些不安 他告诉警长 他总觉得闪电会来找他 在他出生前 他的母亲也被闪电击中 而这一切他一直都记得 这让警长觉得不可思议 天亮之后 警长的副手偷偷组织学生们打猎 一只母鹿被他击倒在地 看着母鹿苦苦挣扎 鲍德心中悲愤交加 他一手按住母鹿的脖子 一手抓过副手的手腕 然后将母鹿临死前的痛苦传递给了他 这样的举动引得副手失声尖叫 异常的恐惧也让他痛苦不已 之后 杰西区警长都把鲍德当作犯错的孩子 想要让他承认错误 但鲍德则愤怒地告诉杰西 真正的朋友不会将他锁在这里 也不会不准他回家 接着 鲍德便离开了被他弄得一团糟的办公室 而这时 物理老师瑞普利找到了独自在食堂的鲍德 并告诉他 爱因斯坦曾说过 人的大脑或许可以变成能量 这样人类就不再需要身体 而他似乎很接近这个状态 他可能就是未来人类进化后的样子 瑞普利还告诉鲍德 自己来这里只是想与他成为朋友 瑞普利的举动让鲍德知道 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不畏惧他 并愿意走进他的内心 鲍德由此感受到了阵阵温暖 另一边 警长找到了自己的副手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曾经热爱打猎的下属 为什么会丢掉了所有猎枪 而副手则告诉警长 鲍德曾把母鹿兵死前的恐惧与痛苦 都投射到了他的身上 这导致他再也无法拿起猎枪 于是 警长当晚就找到了鲍德 并将他带到了自己家中 原来 警长的妻子久病在床 丧失了与人沟通的能力 看着妻子一直被病痛所折磨 矛盾万分的警长 不知是否应该让妻子解脱 而鲍德的到来帮助警长 知道了他妻子的心结 正是他与儿子的矛盾 让妻子无法安心离开 鲍德还讲述了 更多警长一家美好的回忆 甚至直接抓住了警长的手 让他可以听到妻子的话语 这让警长不由地失声痛哭 并吻向了苦苦之称的妻子 最终 妻子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警长与儿子也在这个夜晚 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第二天 鲍德应邀去游乐场找小林 但镇上的居民却认为 鲍德与警长妻子的死有关 对他依然充满了恐惧与偏见 于是鲍德告诉小林 人类之所以狭隘 就是因为他们将自己隔离了起来 而为了让小林看到消除障碍后的世界 鲍德触碰了他的指尖 两个人的精神达到了互通 小林也知道了鲍德曾被他的父亲所抛弃 感受到了他的孤独与悲伤 于是小林忍不住亲吻了鲍德 但这一幕却被小林的父亲看到 护女心切的他恐吓了鲍德 虽然杰西及时阻止了小林的父亲 但这件事依然带给了鲍德很大的伤害 他终于明白 人类出于恐惧会本能地排斥他 自己也在他们心里永远就是一个异类 于是鲍德下定决心离开这里 返回他曾经的家 但就在离开前 鲍德被体育室里打篮球的嬉闹声所吸引 他羡慕这些有着正常外表的男孩 但是没人能理解他的痛苦 失神之间 他就被约翰当成了偷窥狂 堵在了篮球场 之后约翰还将鲍德拖到了户外 并扒光了他的衣服 这让被约翰激怒的鲍德有些失控 他击退了将他围住的众人 约翰也不幸失去了心跳 而这时鲍德又及时上前 利用电机救回了约翰 之后在另一名男孩的提议下 鲍德藏在草料车上 逃回了祖父母的农场 而当杰西匆匆赶到时 他发现鲍德正失落地待坐在地下室中 这里早已空空荡荡 就连他的书架也被清理一空 杰西只能柔声细语地安慰着鲍德 并向他保证一定会找到适合他的地方 接着瑞普利也赶来帮忙 两人准备带着鲍德偷偷离开 但这时接到警报的警长与副手 却出现在了门外 他们准备把鲍德作为肇事者带走 而杰西则请求警长放他们离开 受到过鲍德帮助的警长犹豫之后 还是同意了杰西的请求 只是这时鲍德已经意识到 自己根本无处可去 鲍德还告诉警长 他的妻子只是离开了躯体 但并没有远离他 接着鲍德便张开双手 冲向了无边的旷野 在阵阵雷声中 鲍德肆意地狂奔 而这时云层中突然设下一道闪电击中了他 在炫目的电光中 鲍德彻底转化成了能量 他终于离开了这个让他感到孤独 却也感受过温暖的世界 而瑞普利则为鲍德变成能量生命体而兴奋不已 见证奇迹的警长 想到王七可能作为能量并未远离 更是袭击而泣 而杰西看着这一切 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因为遗落人间的天使 终于又返回了天堂